好,那我們剛剛貼了一個上視圖,那大家要留意一下,就是上視圖你在貼的時候,你看一下中間這邊是我們的圓點有沒有,這圓點的話你最好是放在正中間,因為你看所有的視圖喔,它都會跟這邊去做交叉有沒有,前視圖會跟它交叉, 右視圖跟它交叉,所以說你如果說中間要貼的時候,你放在正中間的話,你放右視圖的話,它會剛好是在這個正中間,好,所以我們現在就,我們要貼這個視角,這個視角,所以呢好,我們現在就又回到這邊來,所以我們現在要新增一個草圖,要新增,要先寫啦,先選一個草圖,要先選一個草圖,要先選一個草圖,要先選一個草圖, 右側視圖,因為我們是要從這邊貼上去嘛,這邊是右基準面,是右基準面,然後呢,新增了草圖,然後把它按朝上,然後就可以貼了喔,我們就,一樣是在這邊,工具裡面有一個草圖,工具,然後草圖圖片,貼過來,選我們要的視圖把它貼過來喔, 然後呢,就會看到,欸,這個已經來了,然後把它,等比縮小,然後因為我們剛剛在上視圖的時候,我們有畫了一個,前後對正的一條線,我們就把它,調整到我們要的一個大小,就是這邊,後面要對正,前面要對正,就剛好是我們的大小位置,好,那,然後再把它拉到底部去,拉到底部, 好,我們現在拉到底部,然後再打勾就好了,然後,如果你覺得說,欸,我們這個還要在編輯這個圖的話,在圖上點兩下,就可以編輯了喔,然後,我們可以調整它的透明度,透明度就在,點兩下之後呢,就是,我們先,等一下,先調到我們要的位置好了,跑掉了喔,我們一樣先拉到這邊來,喔,拉到它的位置, 好,然後把整個影像,這個透明度,我們就想說,我們要整個影像把它調透明,然後就調整一下,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其他的線,因為我們只要參考而已,打勾,好,然後再結束草圖,那我們這個圖就貼好了,然後看一下,它現在在正中間,對不對,好,那如果說你剛剛,你剛剛如果說那個,你貼的時候,你,你不是在原點畫圖的話,你這個可能就會貼在旁邊去,會貼歪了, 上視圖,你也是要把它貼在正中間,因為這樣,剛好就是,剛好就是會對準,這樣才有辦法去真的對準,好,那,那我們如果說,畫好了之後呢,我們這個參考線,其實就可以不需要了,因為你留著的話,它有時候會挺麻煩的,那我們就把它,一樣按右鍵,把它編輯草圖之後,我們把這個刪掉,但這個是你要對準之後,你再把它刪掉喔,不然你就, 就沒有基準線了,所以我們看,這樣子就OK了,好,那,這個是把那個,我們參考試圖貼到Solivox的一個方法,那,這部分大家可能就是都要稍微練一下,好,稍微練一下,好,那我們,我們今天要做的是用曲面,曲面的工具來繪製這個滑鼠,好,所以我們等一下呢,就,如果說你的這個曲面模組還沒打開的話,記得按右鍵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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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右� 按右鍵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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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右鍵的話呢,再點一下,這個曲面的工具就會出現在這邊,好,那我們就,同學,如果你還沒完成的話呢,你試著把你這個打開來,你把你這個曲面的工具打開來,然後把這個,這個都貼上去,都貼好,練習一下, 谢谢观看